农厘鬼月神秘来电 离家丈夫现踪影 半废弃大楼阳台 整边人腐化轮白骨 电眼期限最后画面 徒头游民成关键 花五蝶寒冰披霜南 三披套房先激烈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偷情三人房 密电白骨案 喂 你如果要出你老公 你就去特用旗生公路 丈夫失踪将近半年 完全断了音讯 一通凌晨五点多 打来的神秘电话 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 就跟她讲一个 这个怎么路怎么走 新公路成功路哪个地点 一个大楼 那附近你去问人家 你就可以找到你老公了 陈太太根据神秘电话 提供的地址 找寻一栋大楼 会去大楼骑到地址 发现她先生的 这个骑用的摩托车 就在阳台上看到这个地上 趴着一个一堆骨头 穿着衣服的 有穿衣服的一个白骨 四隔三个多月 尸体只剩下白骨一堆 气势的现场 地上还留着 长长的拖行痕迹 嫌犯疑似杀人气势 犯恩后态度却全无悔意 叫警官记者最无悔意 不等 不等 你要怎么办 好了 不是说要怎么办 可以来来来 我叫你拜托车 你把你拿来 一个多月后 在彰化一家网咖 找到绰号寒冰的女子 她叫做杨美琴 33岁 年轻时做过红茶小妹 撞球场积分员等工作 交往相当复杂 他坦诚说 当初是他用200块的这个代价 请另外一个游民 打电话给全存力的家属 告诉全存力 可能在哪个地点 请家属去找 街方调查发现 死者与凶贤还有落网的 正名女子三个人的关系 错综复杂 凶贤疑是要帮女子出气 而痛下杀鸡 他是在旁边观看没有制止 但是他有协助帮忙气势这样 供词是说 他们当初是为了 有一些生活会的问题 事实上他们两个的生活会 几乎都是这个 死者全存力家里会来的指引 那他们可能之前有一些 有感情一些纠葛啦 那可能最主要是生活会 台风夜里找到白骨 加上农历七月的神秘电话 案情发展一直让园警 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在科学证据的佐证下 找到了共犯 终于让真相大白 这个冥冥之中 好像是巧合注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